宋文这两天的年礼 慢慢悠悠地晃回家 结果却听到屋里有人在哭 宋晨皱着眉头走进去 有平连忙跟在身后 姑娘 老宋家那边有丧 刚刚有人过来说 宋老汉没了 老爷夫人什么都没说 但是没过多久 老宋家那边又来人了 是宋老大的家的那个 这会儿正在里面跟夫人哭呢 宋赵氏 他为宋老汉的事哭 宋晨一点都不相信 谁放他进去的 是夫人 宋老大家的那个 一直在外面哭 夫人担心被人看到了不好 就让他进去了 我正准备让人去请姑娘回来 还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还闹什么情况 在外面都能听到他刚好 无非就是过来要钱 这一点 宋晨猜得还真是没错 他人都还没有到客厅 就听到宋赵氏在那边哭边说 老三啊 老三媳妇啊 你们可不能不管啊 虽然之前那些事不好看 但是再怎么说 那也是你亲爹不是 你们要是万一不想见到那个场面 也就只有我这个当嫂子的帮忙了 你们出银子就行 你们现在这么好 总不能一口搏观吧 这样说出去会丢你的人 再说这会儿已经要过年了 东西肯定都很贵 宋赵氏在来之前就已经算计好了 说了之前那么多 为的就是现在的这些话 你们出二十两银子 我保证风风光光地把它送上山 一点都不给你们丢人 宋赵氏的话让宋大山他们都笑了 宋和更是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 两家早就没关系了 他是死是活 我们也管不了 你哭错了地方 你应该去找宋青云 却不料 宋赵氏听到宋青云几个字 哭得更狠了 这次是真的哭了 宋青云那个王八蛋 把家里的银子糟蹋光了就不见了 到现在我没见过他 简直就是个畜生 当初要不是为了宋青云 老宋家怎么会分成现在这样 他倒好 银子拿到手一顿挥霍 名声坏了 叔叔也不让他去了 他干脆就躲起来不见人了 老三 你看今天都腊月二十九了 这人再不弄上山 难道要放在家里过年吗 你爽快些给个话 拿点银子 我这就赶紧去把后事给办了 说着说着 宋赵氏又说到了要钱的上面 宋王氏反正不作声 这件事交给宋大山去处理 他现在就是个儿媳妇 媳妇 宋赵氏有句话说的还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亲爹 他知道宋大山不是那么心狠的人 这人死了 他要想管 他也不能说什么 老三 你怎么说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他的后事我会去办 怎么 怎么你去办 你不是不愿意跟他扯上关系的吗 你竟然知道我不愿意又来干什么 人死如灯灭 我给他办了后事 就算是全了这一场父子 你这 你看这大过年的 你还去处理后事 多闹心 你把银子给我 我去办 保证不丢你的面子 还不让你闹心